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对这种谋划文化最初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对 在很多社交媒体微信群里面都看到一些图片 就是嘲弄江泽民的各种各样的调侃都有 我觉得就是网民们一向都是这样子 把那些他们所痛恨的这些中共高级领导人加以解构 就是用一些玩笑式的轻松的方式来嘲弄他们 这是在网络目前受到严格监控情况下的一个既是无奈之举 也是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 早在胡锦涛时代就有很多人怀念说 江泽民时代没有网络封锁 可以上Google 可以上各种的网站 工作好找 物价便宜 而后来就有了防火墙 就有了各种选拔制度 竞争非常激烈 我曾经不止一次听不同行业的人说过 江时代大家都觉得经济文化在真正日上 新闻行业也觉得很有盼头 包括央视的白岩松在自己的书里也写 当时觉得新闻监督法制的前景都很光明 您在当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吗 首先江泽民这个人物呢 他是从过去的中国人心目中的 那个所谓伟人政治走向了庸人政治 庸人政治就是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不要把这个最高领导人当做伟大的人物来对待 因为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 有可能也是那些运气比较好 没有什么突出的才华 或者是特殊本领的人 所以我们看对江泽民这个嘲弄解构 其实恰好是中国公民心理 尤其是对领袖的概念走向相对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想一想过去的毛泽东 中国十几亿人过去都认为他是伟人 直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还认为他是伟人 后来的邓小平大家也认为他是伟人 那么现在呢到了后来就是后邓小平时代了 那么多一个一个的领袖人物 还有没有人把他们当做伟人呢 尤其是胡锦涛时代 大家觉得很平庸 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 大家又想重新塑造一个伟人 把他塑造成跟毛泽东一样的了不起的大人物 但是这种努力都会失败的 还是用平常心态就是把他们当做普通人比较好 那我记得当时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就是江泽民刚刚接上这个总书记职务的时候 人们对他并没有太高的期望 而且觉得这个人也没什么能力 后来呢他在很多场合在秀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比如他会弹钢琴啊 他会说几种外语啊 他喜欢当众这个用梳子梳理自己的头发等等 在很多场合呢 我觉得他这种做法一方面很多人看不起他 说是一个上海小开 一个小市民或者市块的一些这种作为 不像是一个大国领导人的风范 但我觉得这恰恰是好事 因为领导人在公众面前展示了他真实的一面 不管是炫耀也好 还是更加生活化也好 总比像胡锦涛那样的板着脸 人家称他说是面谈 实际上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僵化的面孔 要好得多 所以从这样一个比较而言 无论是跟胡锦涛比 还是跟这个后来的习近平相比 江泽民都是更具有才华 思维是更加开放的 而且他所接受的教育要比后面两位好得多 他在旧时代接受了这个民国时期的教育 也包括一部分日本人的教育 后来又到苏联去接受了苏联的教育 那后来呢他很长一段时间负责对外进口 这个进出口贸易外资方面的工作 所以他有机会接触改革开放之后的西方国家 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之所以有些人对他产生了 有点类似于同情 或者类似于重新认识他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主要是因为对后面这个两个领导人 胡锦涛和习近平更加失望更加不满 好的您认为江泽民时代是否代表一种 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开明的导向 江泽民并没有开创一个时代 他只是在邓小平开创的时代 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维持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80年代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那时候的领导人 他们进行开拓性的工作 而所谓总设计师实际上是总批准师邓小平 他只是做了批准许可而已 所以在那个当时很多保守势力 很多年龄大的元老 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那样一个宏观的视野 去进行完全的开创性的工作 他能够把邓小平南巡讲话 那个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落实好 就算是相当不容易了 所以说呢他一开始八九六四一段时间里面 他跟那些左派相呼应 准备是把反和平演变当做最重要的工作 但是后来邓小平一看不对 因为那样的话会葬送 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那种 改革开放的这种工作 所以呢必须坚持才改革开放 所以邓小平那就要求他 特别是在南巡讲话里面 实际上是比较直接的抨击了他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在压力下 他才继续维持这个方向 应该说从1993年到2003年 中国经济发展是最好的十年 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虽然他有很多的缺陷 但是相对而言 尤其是跟最近这十几年的倒退而言 他应该算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 而江泽民在这个阶段里面 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吸收资本加入党 在党的十五大方面呢 他强调呢 就是说承认各个要素的这种贡献 这个就是对马克思的传统理论 比如说劳动价值论 就是做了一些修正 这个修正不是他的功劳 是很多党内理论者工作者 以及很多的基层干部 各方面努力的结果 他只是肯定了这一点 但就这一点来说的话 他也比胡锦涛和习近平更具有进步意义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觉得资本家 资本的这个价值是值得充分认识 和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很大的 对中国社会是有益的 所以呢 不是像过去那样敌视资本 或者敌视其他的一些力量 包括人力资本 包括其他的技术方面的含量 所带来的这种贡献 而过去呢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 只是承认劳动的价值 也就是说对体力劳动者 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事实上呢 体力劳动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馈 所以只是一个好听 没有实惠的这种评价 但是也有不少人说 中国的全面腐败就是从江泽民 时代开始的 包括买官卖官 部队经商啊 社会风际亏烂 甚至是高层领导人的绯闻 都是从他开始的 其实呢 现在也有不少中国的老百姓 对习近平的反腐清联 大家赞赏 我们一分为二的看 除了他对言论和人权的打压 空前严厉外 那不少中国的朋友说 习近平的反腐是动真格的 他甚至把国企公务员的奶酪都动了 很多人的收入直接减少了30% 这种举动是从来没有过的 您对这种现象 这种看法如何看待 那么现在习近平在反腐上 有人说他力度很大 其实呢 他是一种选择性的 运动式的反腐 他只不过清除异己 来安插自己的人 所以一段时间里面 可能产生了这种威慑的作用 但是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而且大家已经说了 没有腐败就没有官员 愿意真正的卖力干活 所以没有这个腐败做润滑剂 这个机器 这个庞大的腐败的机器 似乎就被没有办法运转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习近平他的反腐 也是有很重大缺陷的 因为我们讲了 不是从制度根源上去寻找 铲除腐败的这个土壤 那么就没有办法根绝腐败 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说过 而且我在1999年到2000年时候的 研究论文里面 也都写过这样的内容 就是反腐败经济学 成本与收益的这个分析 这里面就详细地论证了 这个反腐败 比从制度角度来进行 那么刚才讲到这个江泽民时代 他的一些做法 他还没有敢公然的 嚣张的向文革倒退 向毛时代倒退 他不敢做那样的事情 所以说呢 我觉得胡锦涛 其实他从他那个时代 就开始明显的向左倒退 向文革时代 向毛泽东时代倒退 习近平只不过在他这个基础上 更胜一筹而已 所以说这两个领导人呢 应该说把这个中国社会向回拉了 那么在江泽民时代总体上 不管江泽民本人 他到底有没有这种意愿 但至少那个时代 还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走的 那个十年我刚才讲了 还是基本上朝着经济改革更加开放 更加进步的方向去走的 虽然存在着很多制度性的这个缺陷 而且腐败也很严重 有人说这个腐败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 我不同意这一点 其实毛泽东时代已经就有腐败 在延安时代都有腐败 腐败只是一个相对的命题 而不是说非要拿到多少钱才算腐败 所以在中共统治时期一直有这个特权 那么在任何时候只要有特权 他就有腐败 包括在江西、苏区、瑞京的时候 就已经有腐败了 到延安的时候 腐败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 所以1949年进城之后 那个腐败患老婆成风 这种情况 有人说这个 刚才说的二奶啊 什么的 这个情妇啊 就是官员的二奶情妇 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 这个说法也不公允 应该说比较公开而已 到了江泽民时代 敢这样做的人 就是越来越大胆了 越来越公开了 但实际上一直是有 当过去不叫二奶 也不叫情人 就是私下里面 跟一些通过权力 来对自己的一些部下 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些人员 有这样的性质之间的交易关系 当然有的交易不是说用金钱来交易的 包括提拔干部 或者给予特殊的关照 都算是交易 过去还有物质的交易 给一些特殊的买不到的物资 粮食 水果等等 所以这个腐败不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但是到江泽民时代 应该说这个腐败的面积 就是非常 就扩大化了 非常的普遍 那么胡锦涛看起来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 但是胡锦涛时代 也更加纵容了腐败 也许他本人没有那么明显的直接的腐败 但是他的家族 还有他培养了很多腐败的官员 包括令计划 所以他也是难逃其咎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 大家说习近平自己本人没什么腐败 那他家族的腐败 以及他本人 有没有过这种 大家讲的这种二奶啦 情人啦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传言 说他是有的 甚至还有人说他有私生者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 只有将来哪一天 他不在权位了 大家才会把他的 他的这个内幕揭露的更加清楚 当然也有人认为 反腐是没有错 但是大家都不敢做事了 水至轻则无余等等 反腐到了经济下降了 就反过头了 那您是怎么样看待 反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 确实如有些专家所说 腐败是中国经济的润滑剂吗 首先中国搞的是一种 一党专制下的 有限的 准市场经济 那么 它不是宪政民主法制框架下的 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 它不是强调自由竞争 它是搞垄断搞特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官员手中掌握那么大的权力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这是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所以呢 这个寻租的土壤非常的丰厚 到处都可以通过权力来寻租 所以这些做法呢 就是使整个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就是成为腐败寻租的这样一个系统 如果你要是停止了这个系统的运作 那么它就可能哪怕是达到 一些经济业绩指标也难达到 它过去是在整个系统 或者这样一个统治集团 获取巨额的利润的同时 也给老百姓一丁点 基本的生活资料 或者一点点发展的空间 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边 很多老百姓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 获得了一定的实惠 比以前的物质程度大大的提高了 这点呢很多人会感激这个执政党 感激这个所谓的领袖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它最应该感激的是这个制度 也就是说有限的市场竞争制度 而且还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 全面的这个市场经济 所以我讲如果我们中国发生了 根本性制度的变化 实行了这样限制民主和法治的制度 然后全面开放自由市场竞争 那我想老百姓得到的 经济方面的利益 以及各方面的权利福利 都会大大的拓展 那最后请您总结一下 您认为从江时代到胡时代 到现在的习近平时代 各有什么不同 又有哪些东西是不变的 如果这种情绪怀念江时代的情绪继续发酵 那习他会不会想回到江时代 他能不能回得去 他是回不了 因为本来是可以搞这个市场经济 继续向前推进的 但是他现在呢 根本不朝那个方向去推进 反而是南辕北辙 就是有意的朝着相反的方向上走 大家可以看到他跟李克强 现在在很多经济政治上 有重大的分歧 主要就在于 李克强希望扩大和深化改革 而习近平呢 他希望的是掌控一切经济资源 要做大做强国有经济 也就是说让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控一切资源 他这种方法还是想回到毛时代 统治一切 由国家的计划经济来规划全盘 所以他这种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夏教授 看来当岁月已成过往 往往会照上一层朦胧之美 不管是毛泽东江泽民还是后来的年代 中共的执政逻辑都是一脉相承 今日之果必有前因 历史有其巨大的惯性 中国社会的发展遵循着严格的路径依赖 江湖草根能做的 只是在戏谑中怀着复杂的情绪 宣称给长者续赏一秒 尊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美德 我们乐见其成 而如果我们探究这一秒钟所寄予的深意 恐怕是延续感觉当中那个年代 独有的开放 自由和希望吧 好的 再次感谢嘉宾的光临 博文社是一个中立的媒体 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代表博文立场